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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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watch 81CM to arms money 85CM line 24 years out to win to lose Run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Li Hui 场上裁判牛曹旺 比赛现在开始 2 2 莱惑 跑 där 好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中加對抗賽的第五場比賽了 75公斤級的男子的比賽 我們中方選手是來自明輝搏擊的李輝 藍方選手是加拿大的德里克 好 這個藍方德里克啊 他是神話一哥 不太想講話 但是他人生有一段很這個離奇的故事 在2007他準備第一次比賽的時候呢 內出血住院 醫生判定呢 他有一些肌肉壞 然後出院是沒辦法走路的 他憑他過人的意志力躺了幾個月之後呢 開始康復訓練 然後呢 就拿到很多冠軍了 哇 這也是一個勵志人物 就是告訴大家 只要你 已經殘廢了 對 你只要堅持 哇 太勵志了 對 然後他是在2009開始恢復訓練的 好 目前呢 31勝8負 是三次KO 李輝他的特點就是這個力量比較大 從2016年開始打武林峰 跟隨武林峰 遠征 布拉格 還有羅馬尼亞 他自己覺得呢 就是每一次的比賽都是一個經驗的積累 就是不管輸與贏 自己有收穫就行 那德里克賽前就跟我講 他是看準的 李輝經驗不足 所以他會來玩李輝 剛剛看那個表情啊 就摸摸自己的頭髮 哎 沒事沒事 不痛 李輝這下應該很生氣了 是的 你看這個 德里克 他那個拳法 拳擊的基礎還不錯 對 打完都會有搖閃 對於一位酒精沙場的老將 德里克來講 李輝的確是新人 經驗不及 如果從戰技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李輝有兩勝兩負的戰技 而 德里克 31勝8負 還有一次平 李輝就不管對手 是不是老將 是不是很厲害 他就是打自己的組合 這一次他是跟極強一塊訓練的 那今天看起來 德里克雖然侵略性很強 但是呢 我們的李輝不給他任何這個攻擊的機會 李輝拼命的壓迫 當然其實這個藍方 德里克也一直想消耗我們的李輝的體力 可是這一次李輝特別加強了他的一個體力的儲備 哦 小心一點 在第一回合 其實雙方表現就相當精采 對 加油 哇 還有十秒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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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忘了 還有這個李輝也沒揍他 不然被KO掉就很冤枉了 對 就打得太專注了 對 就可能就 對 他剛剛看他沒有注意到那個就倒極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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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有意思了 對 哇 這個 比賽真的我們 能夠感覺到這個 德里克的這個經驗的豐富 但是李輝也不怕他 對 這個我們的 德里克組合多 那我們李輝一樣 打打打打打 接關槍就打進去了 是的 哦 千鈞一法之計躲過了 你看他的拳套早就在那邊等了 你看他的拳套早就在那邊等了 好 來吧 Trips out signal 預備 開 Rong 2 好 雙方進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賽 好 剛剛用一個轉身後登 但是登得非常地理想 今天雙方的拼拳 我們得德里克的內維西法不錯 今天還沒開始用 今天兩個人都在鬥拳 哦 這個抵抗很重哦 今天兩位棋鋒對手 真的都好硬啊 好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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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方今天都是實打的 他過去呢假動作會比較多 嗯 他今天可能覺得假動作對李輝沒用了 對 就直接來實的 對 就只能用這個拳頭來這個說服李輝了 好 德里克今天做第二次的截腿攻擊 好 這個截腿有些人又叫這個服刃腿 好 往下這個側踩 我們的德里克的膝蓋 哦 不是 是德里克踩李輝的膝蓋 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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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這個藍方的教練呢 講一個overhand to the body 就是一個後手大百拳打到身體 這個動作是很難的事情 一般後手大百拳是打頭的 我就來看看他後手大百拳怎麼去打到身體 可能 德里克也聽懵了 怎麼打 對 那也不知道這一拳要怎麼打 好 OK 注意一下這個德里克抱架嚴謹 然後上身會些微的一些搖閃 對 好 剛用了一個態勢的技巧 把李輝整個人往下拉 好 哦 接頭啊 漂亮 果然是個老匠 真的不好啃 雖然李輝出拳凶狠 可是呢這個老匠都沒在怕的 看起來剛剛李輝的一波猛攻像是有效果 但是呢 還很難講 有些老匠會有一些方法來騙你的 現在德里克用步法來緩一緩自己的一些情緒跟一些體力 十秒 哦 漂亮 來 李輝打到一拳 好 李輝的動作雖然沒有那麼花俏 但是打得準 力量大 對 他就是在德里克這個稀微的放鬆的時候能夠抓住那個時 是 是 因為德里克打完一波組 我覺得哇 我自己好帥 對 然後停下來的時候李輝一直就不愛了 對 但李輝沒有放鬆 對 福南衛視淘寶官方商城上線了 看武林峰 打開手機淘寶搜索5個6 參與紅藍陣營競猜 就有機會抽最高9999元的現金紅包 幫你清空購物車更多商城品質好貨等你來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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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雙方進入到了第三回合 是 那李輝上次打西亞戰啊 他說最感謝當地的華人在秤重完之後啊 是送上這個熱騰騰的雞湯 充滿中國味讓他感謝到現在 要特別說出來 對 就是一直還在想那個味道啊 是 也非常感謝那種這種 異地遇到這種好像親人的這種感覺 對 好 回到場所 李輝繼續進攻 加油 出國軍 加油 出國軍 加油 這個老將到第三回合一樣非常的頑強 很難想像啊 當初醫生宣判他不能走路時候到底什麼樣子 現在已經變成生龍火虎的一個很厲害的格鬥家了 是的 動 動 有個手肘 一個小 被 就是他是這種連續的 連續的進攻 而且他手肘是有點頂這個我們的李明輝的 李明輝的手臂 而不是他的頭 但是一樣被我們的 沒有裁判給抓到了 是 因為這是一個小小的拳擊技巧 哦 剛剛的反擊 好希望這個李輝的體力還夠 對 看起來 看應該沒問題 對 看起來德里克還是生龍火虎的 對 哦 雙方真的是棋鋒對手 三回合下來都是高頻率的對攻 對 李輝的 後把這個 後把踢的動作 可能下次 少做一點 因為不夠 不夠熟練 不夠熟練 做這一招是比較危險的 對 現在我們的 藍方要搶分了 他用蒂卡蒂搶分 然後用蒂卡蒂 最後4.6秒 用蒂卡蒂能不能對付李輝呢 李輝會不會痛了 看起來李輝跟牛一樣 不怕了 好 這疾伏有沒有效果 哇 我踩了一下我們李輝的膝蓋 但是這個 對 但是好像力量 沒有那麼足 對 而且對方又往後撤 對 把力量化解掉了 對 好 相當精彩 相當膠軸的場比賽 好 比賽結束 第五場 這是第五場 對 用這個手肘的技巧 對 其實它不是一個攻擊 它是一個 一個 算是 很有技巧的一個方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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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1号裁判 30 比29 2号裁判 29 比29 3号裁判 29 比29 平局加赛一局 5号裁判 4号裁判 4号裁判 3号裁判 5号裁判 4号裁判 6号裁判 刚刚是一个裁判派李慧赢,两个裁判派平手,所以就平局加赛 又来转身,这一招没用啊 这个对老将是比较累的 老将体能撑不住了,李慧有机会 其实还是用手肘了,这习惯动作了 对,其实刚刚在这个加赛局开始之前,牛草旺裁判就有提示德里克这个肘的问题 现在被扣掉一分,他也很无奈 其实他是用手肘要把对方的手给拨下来 它是一个拨的味道,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攻击的味道 但是我这边也不是帮这个蓝方讲话 因为拳击有很多手法 有些手法是裁判可以接受,有些手法是裁判不能接受 对,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 对 好,转身,用出来了 转身的这个,转身的摆拳也是德里克以前会用的 要被扣掉一分,就往德里克 对,急了 哇,没办法 这个老匠急了 急了就被李辉抓到机会了 对 要调整一下,要调整一下 对,这德里克也别无选择了,只能拼了 对 糟糕,又撞了 应该不行了 撑不住了 摇摇欲坠 最后的一分钟 好,这位老匠,被扣一分之后,心情大受影响 对 好,不过 短暂的这个昏眩之后呢,看起来德里克又恢复了一点点功力了 哇,这个就是比赛真的是瞬息万变 对,当出现情况之后,你的心态的调整 是 这个很重要 哇 有点晕了 也是体力大幅下滑 反应呢,跟判断力都已经不够了 好,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好,恭喜李辉,应该没有特别的意外了 高 好 好 好 对于这个德里克来说,就真的太艰苦的一战了 对 也恭喜李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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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加赛局 1号裁判 10比7 2号裁判 10比7 3号裁判 10比7 比赛结果 红方上 有请内蒙古广达将军校 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守孝先生 有请河南明大装饰有限公司 拱义市分公司总经理 崔宗峰先生 为双方颁奖 祝贺李慧 感谢德里克 好 再次祝贺 感谢颁奖嘉宾 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想起热情的掌声 送给两位勇士 感谢观看